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来一卓了头 跌跌不休 是不合余的哀愁 今天整个就李宗盛了 为什么三丘 好像是一个三丘 然后咧 跌跌不休 真的已经做了头了吗 真的是假啦 坦白讲连跌三天 真的是会吓死人 对吧 礼拜三 227点 昨天呢 原本盘中一度跌了600多点 最后还好 有收链 只跌371点 可是今天 不得了 又500多点 接下来行情怎么办 今天开始有人就问我啦 对不对 之前我们有讲过嘛 去年和2021年 都是七月见高点 会不会这一次也是一样 接着要等到 第四季才会起涨了 我认为 今年有可能不一样 今年有可能不一样 我们把整个大盘的架构 资金的状况 连同昨天的台间法说 一次来跟大家做厘清 首先呢 今天没有意外的 两大财经日报的头版头条 都是台积电 都是台积电 经济跟工商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看谁写的比较好 台积电成长强劲 上修财测 上GPS9.56 这都是优于预期的 我们看这个好 这个比较清楚一点点 法说十大金句 对不对 先进制程 持续的tide 持续扩大产能 希望2026可以看到环节 也就是跟你讲了 从今年满到明年 2026看看 然后先进封装 今年翻倍 明年再翻倍 然后资本支出 稍微有点小小失望 对吧 市场预期 看有没有机会 320到360 甚至要到370 可是最后呢 微幅调升而已 从280到320 等于说他只把地板拉高 变成300到320 天花板是没有拉高的 AI需求呢 比2到3年前更为真实 上调营运成长 然后呢 保护费的这个部分 川普说要来征收保护费 他不理你 对吧 海外扩张的这个策略不变 好不好 该设厂的已经设了 价格部分呢 策略性考量 so far so good 然后呢 晶圆的这个新定义呢 还有这个扇形面板级封装 其实都算蛮正面的 对COLAS大力看好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也特别强 等一下我们都一起看 好 那对于法说会 整体一个内容 我给他 中上的评价 我认为是可以给予一个 中上的评价 除了资本支出之外 其他内容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好 可以用优秀来看待 包含毛利率也不错 对吧 毛利率原本预估到53%就不错了 可能毛利率拉高到53.5到55.5 其实非常好 那问题来了 如果是中上 为什么今天的台积电 长这样 为什么今天台积电 可以大跌3%多 why 这就是我之前提醒大家的吗 市场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你要如何去满足市场的期望 而且这个期望 你的股价有没有先反应了 有没有先反应了 你法说会的结果值不值这1000元吗 所以我礼拜三 我去上股市福利社的时候 来 当时我就讲 我稍微去挑战了一下外资 前几天的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那个大摩为了台积电法说 去做的沙盘推演 什么三情境 来我们看一下 情境一全年营收年增26到29 股价涨3% 情境二呢 全年营收增加25% 那股价小涨1% 可是万一只有21到24呢 不得了 那可能会跌5% 可是我说 这个东西它是有bug的 它是有小虫虫在的 bug是什么 全年营收现在增加是24到26 那应该是中间这个啊 对啊 25%嘛 股价应该涨1%啊 但是今天台积电有涨1%吗 没有 它还跌3%多 所以说 咱们这个领先外资 领先媒体的分析师 我们不是在喊假的 我比外资更像外资 我这样讲怪怪的 我本来就外资出来的嘛 应该说啦 外资它有时候太过注重基本面 或者看太远 或者看太远了 所以那天我就讲了 这个到底是法说会隔天 还是法说会后半年 涨3%涨1% 所以有时候太过注重基本面 跟看太远 这是外资的盲点 所以我比外资 更能够去做到贴近盘面 判断也更及时更精准 我们看回到台股 好 台积电其实坦白讲 我认为这个法说会的结果 你先不用失望 可现在台股有一些问题 对吧 昨天外资空单 破纪录下死人的43000口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没有回补 来盘中一起看嘛 看一下有没有回补 有 哎哟 不错哦 补了多少 5796口 好这个 看有办法放大 没关系 5796口 今天外资空单回5796口 我觉得非常正面 非常正面 好那当然现货的话 我看一下出来没有 大家看另外一个网站比较快 好没关系 昨天外资的现货卖了538亿 史上第八大的单日卖超 会不会演出八大奇迹 刚刚讲到 去年和2021年 它都是7月建高点 7月份是最高点 对吧 一路长到7月之后开始修正 外资现在的态度 一副就是我要给你打下去 对不对 完了 BBQ了 对不对 你这样一看 会不会真的 7月建高点 对不对 一路长到7月 7月建高点 第四季再说吧 我跟你讲 先不要过度悲观 先不要过度悲观 今年有可能 真的跟去年 跟2021年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外资的期限 其实前几天我们跟大家说明过 这不一定是看空 有可能是避险 有可能是比例调节 有可能是刻意压低 今天跌个500点 补了5000多口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而且必须要理解到 如果我们单纯以这个操作面来看 今年外资是怎么做 怎么错 对吧 现货一路卖 台股一路涨 我们就讲了 光台积电就好了 它这边开始卖 这边也卖 800多块开始卖 800多块开始卖 900块也在卖 光台积电的绩效 远远被投信打脸了 对不对 投信一路往上加码 不是吗 期货也是 空单一路爆 指数一路嘎 那外资不懂操作吗 亲爱的朋友 外资不是不懂操作 只是这些卖超与空单 它是必要策略 但是不是看空 所以如果你 今年要用外资的动向 来去推估未来的方向 你会赔死 然后呢 很明显的 昨天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道 与盘势去做抗衡 为什么昨天 台股可以从 跌600多点拉到 只跌371点 为什么 台积电的尾盘 直接有人 狂敲了多少 8199张 那么这个经营 八十几亿啊 刻意把台积电 拉到千元以上的 结果有用吗 没有用啦 今天还是下来 可是问题是 昨天有人刻意 在做这个动作 那会是谁 哪个有八十几亿的大户 这么看好把说会的 还能是谁 还能是谁 来 台股多杀多 外资大卖超 然后呢 你会发现 政院金管会 出来信心喊话之外呢 话喊完了 外资大逃杀 台股有金无险 因为内资及护盘 神三首千元 来 国家队护盘 积极如律令 积极如律令 对 投信与八大关股券商 锁定台积电和联发科 联手买超 196亿 史上名列前茅 全力吻盘 看到吧 投信加八大关股 锁定台积电和联发科 等全职股 联手买超的将近200亿 史上名列前茅 为的就是全力吻盘 所以不管是不是因为 新政府刚上台 要维持股市跟经济的稳定 还是怎样 至少现在我们可以确信 万一台股有个什么风吹草动 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而且我必须说 虽然现在市场是 存在一些过热的指标现象 散户的参与度很高 但是这个主力大户 也都空前的有信心 我们再看一个指标 觉得台股市盘中跌600多点吗 收盘跌371 月线都跌破了 跌的股票一大堆 对吧 跌股票一大堆 但是如果你有注意到 昨天跌停的加速 竟然只有三加 涨停的加速却高达18加 今天也是 今天在这种长黑黑 大跌破底 今天涨停的加速 来我确认一下 今天涨停加速多还跌停加速多 猜猜看嘛 猜猜看嘛 来看一下特殊船的 今天涨停26加 跌停只有8加 我告诉你这不会是散户所为啦 昨天也好今天也好 散户不会敢买股票啦 更何况拉到涨停 所以大户筹码 政府的态度这件事情 你必须先放在心上 这是第一点 可是我告诉你 第二点更精彩 7月是否建高点的关键 等等回来 继续分享 休息一下 好 接着讲第二点 我之前说过 之所以2021年和2023年 7月建高点 它往往会伴随一个 主流的崩盘 一个主流产业的崩盘 那2021年是航运嘛 2023年呢 AI伺服器 对吧 没有错嘛 那当然现在就有人讲了 说有没有可能 今年会是这个机器人 因为很多机器人概念股 这个月也开始修正了嘛 我也很希望是 我也很希望 可就算是也没有用 就算是也没有用 因为航运股或者是 去年广达伟创这些AI股 他们是带权重的 货柜当时是带着散装 哇 整体权重也很重 然后广达伟创更不用讲了嘛 他带动一整票的电子股 这些相关供应链下杀 对指数才有影响力 对指数才有影响力 那机器人 我跟你讲 就算是索罗门加罗生 再加什么昆盈 通通跌爆 腰斩 指数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所以现在看来 比较有可能的台积电 你先听我讲完 我说台积电要杀了好不好 现在你说有没有 有可能去复制2021和2023那种 主流带指数下杀的 顶多是台积电 带着设备股往下崩 这是最可能的情况 主流崩指数才会崩 台积电这主流也够大咖了嘛 可是今天 设备厂 因为COAS的关系 COAS就是说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即便没有预期的好 还是一堆股票涨停 所以这个好像一律 稍微有点消除了 红硕金还涨停 星云也涨停 万润盘中也涨停 台积电虽然说大摩看错了 可是我认为 这就是一个 失望卖压的宣泄 我认为这个叫做 一个失望卖压的宣泄 就像我刚刚讲的 法说会好不好 法说会内容好不好 除了资本支出之外 其他东西一样都好到爆 其他数据都好到爆 所以呢 千元以下 慢慢就会开始 涌现减便宜的买盘 我光看今年的获利目标 我光看这个营收的成长 我光看毛利率 九百多块的台积电不香吗 因为现在市场上的共识 尤其是外资 它对台积电的目标价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这从高到低 来做一个排序 最高多少 一千四 一千四嘛 一三八零 一三七零 汇丰 大家都比较熟了吗 麦格里一二八零 摩根斯丹利一一八零 所以这样子 罗列下来 动辄都是一千两百块起跳 那像台积电这么一家 有基本面的公司 你再怎么跌 都有个底 对吧 你很不容易像2021年的航运股 或者是像去年的AI伺服器那样子 真的是用崩盘之汁杀下来 不太容易 而且真的很巧 你不觉得上次也是这样吗 上次也是这个样子 来 我们看指数 来 记不记得这边 4月17号台子齐结算 4月18号台积电法说 那降点也不错啊 可是呢 来 隔天怎样 杀到19291这天 这根是什么 限杀700点 隔天来 我们看最多杀几点 774点 收盘跌774点 比这次还狠啊 对不对 讲的也不差啊 隔天先杀700多点 之后呢 置之死地而后生 大涨5000点 这次也是啊 7月17号台子齐结算 7月18号台积电法说会 连日期都一模一样 上次是4月17 4月18 这次是7月17 7月18 日期都一模一样 为什么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上次有没有死 先死了再生 这次也是先死了嘛 上次还跌700多点 这次也才500多点 对吧 而且我再讲一下 为什么今年 我认为跟2021跟2023不一样 因为今年的第三季 有两股非常大的资金力道会涌入 有两股非常大的资金力道会涌入 第一个 是我们讲很久的 9月要怎么样 现在要降息了 降息几率100% 今年最高的 喊到说 今年就要降 降多少 年底以前要降三次 降三嘛 对吧 那过去经验告诉我们 只要一旦 降息的循环 它被启动了 这个行情就不容小觑了 对吧 第一次 我们讲2000年以来 第一次的降息循环 启动呢 涨了2000多点 涨了52% 07年这一次涨了1000多点 可是也有13%哦 19年的这一次呢 涨了8000多点 整整82.9% 平均下来呢 49% 49% 所以所以我就告诉你 你真要这样看 我们抓个平均值啊 抓个平均值 49.5% 我当它五成 平均五成嘛 现在 两万 两千点啊 两万两千点涨五成是多少 一万一千点 我们从这地方再往上涨 一万一千点 为什么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当初一万点的时候 你有想过会到一万八吗 一样意思啊 再来 这个 我们刚刚讲降息是美国嘛 台湾本身有没有一个资金力道 台湾本身是有的耶 请看 好 台湾回流 2019年启动的计划 现在五年到了嘛 台湾3000亿的闲钱 现在不得了了 八月要解禁了 央行正在紧定动向 你到底要往股市 还是往房地产 来 回台资金首批 八月解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五年内不得投入不动产 这个钱之一打开 对不对 资金会转入房市 但是房地产专家当然说转入房市啊 股市专家就说 搞不好也会转来股市啊 我认为是会转来股市啊 好不好 那经济部投资台湾世界所 最新揭露的资料显示什么 五年内通过审核回台企业加速 超过1500家 投资金额将近2.3兆 所以每年会回流 投资的金额是超过 4500亿的 资金震热啊 对吧 所以最近为什么 房地产这么夯 房地产涨成什么样 我自己有没有跟你讲 我去看青浦的房子 我后来又去看台中七期 都跟台北市一模一样 这个房价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想象 这个是台北市以外的地区了 以前台北市高高在上嘛 天龙国贵死人 现在没干嘛 桃园也可以卖一瓶七十几万 就是如此啊 好不好 现在什么特别热 预售屋 为什么预售屋特别热 因为这些台商他知道说 我八月份有笔钱要进来的 五六月就开始看房子啊 八月前要进来 我当五六月就看房子啊 我就在现在看 OK 我预售屋先下定又不用多少钱 十万块一刷就过了啊 马上先下定啊 这个案子就close 玩销 对吧 股市不行哦 房市可以这样子 股市不行啊 因为预售屋你是分批付款嘛 我知道八月有钱进来 五月六月慢慢看 看中了 OK刷卡刷定金 下个礼拜再来刷一个什么签约金 几十万就搞定 股市不行啊 我今天下单呢 后天就要交割啦 对吧 所以房地产的钱 它是提早进去的 房地产的涨 它是预先去反映八月份 但是股市的钱呢 还没有 所以八月台商回流 九月连准会准备降息 会有源源不绝的资金动能 我不是说台股什么绝对不可能跌 可是几率相对低很多很多的 好吧 最后把握时间来看一下股票了 第一档 当然先看我们的亮灯涨停的云霸能源 今天三百元给他看到了 而且重点是今天是解禁出关直接亮灯涨停 你自己讲 我有没有提醒过你好几百次 讲几百有夸张啦 几次绝对有啦 来七月十二号 云霸能源七月十九号出关 期待一下 七月十五号 这礼拜咯 周五解除处置 有可能飞龙在天咯 手甘手心倒定咯 七月十七号 等它解除处置 还得了啊 飞龙在天你又错过了 有没有飞龙在天 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小跳空缺口 有没有看到亮灯掌停板 飞龙在天 上次你也错过 对吧 我有没有跟你讲 来七月五号 上全解除处置可留意 搞不好飞龙在天 每次都飞龙在天 对不对 有没有飞龙在天 来解除处置 隔天是这样子嘛 等一下 然后连拉两只涨停了 飞龙又在天了 一出关就涨停 云霸能源一出关就涨停 今天什么盘 跌五百多点的盘 他照样一出关就涨停给你看 秦朝末年 项羽刘邦的时候不是有讲吗 先入关中者为王 我看我就是关中王 对 讲出关 预测出关涨停这件事情 你还真是得听我的 我跟你讲 这种事情筹码都看得出来 上全我们都讲过很多次 好不好 这个筹码没有问题吗 两个礼拜股东人数减少一千多个 四百张以上的大户 我高度集中 千张大户增加四个 都看得太明显了 云霸你甚至 你根本不用去看股权分散了 量价挑明告诉你这件事情了 这一段用什么拉的 带量去拉的 开始分盘交易之后 出得掉吗 这个量这边消化得了吗 主力都还在里面 我是教你钓鱼 先教你钓鱼 我再给你鱼吃 掌停板上后离 哪有这么好的事 云豹不敢买 大股东 五峰可以看一下 今天一度表现还不错 最后有打下来 至少大股东 参考看看 云豹大股东 所以我们今天还不错 台股大跌 而且 但是我们却有两档股票 云豹万润 亮灯掌停板的 万润看一下 盘中有亮灯掌停 不要说唬烂你 亮灯掌停板 分盘交易 所以走势稍微差一点点 万润 我们有短套 短套有加码 可是你放心 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 我就不会去蹭 像红硕 星云 我真的没有 我就不会去乱蹭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团队 七月份 23支掌停板 有人说什么红硕 3131红硕 被我害的啦 卖飞了 亲爱的你卖飞是什么啦 我在这边就叫你卖 这边就叫你卖的 现在涨上来 你顶多打平而已啦 有什么好卖飞的 所以我就讲了嘛 屡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获利出场都是对的啦 我没有叫你追高杀低啊 所以你只要买卖顶一错 结果就天堂地狱了 台积电设备的这个低价股 我一直跟你讲 你可以留意啊 你有没有理我 雷科今天也不差啊 对不对 均豪今天还大涨 不是吗 新日新日看一下好不好 越加码越强 可是我知道还没过高 酸民会来呛我 我们先等着看 一粒电 这个没办法 这个真的是中枪 中什么枪 马斯克挺川普啦 这个新大党犯食电动车杀手啦 先看月线了啦 好不好 这个月线守不住 这个政治变动没办法 有可能要挺损 茂莲今天也不错 好那梁维的话 今天有回档 可是我说过了 这张股票 我很确定 营收和获利状况 真的是越来越要买 来意不得了 又创新高 才刚点名 对不对 7月16号点名 隔天涨停 再涨停 今天再创高 再讲一次 今年的第三季不一样 礼拜天我也预告了 下半年最好的进场机会 有可能就是这几天 很有可能就是今天 今天来不及买的 下周一你还来得及 下周我还有几档股票 准备要进场 现在我已经闻到钱的味道了 好吗 有些人的朋友 欢迎你可以加入我的like 或者是等一下广告 也有080的专件 直接不把电话进来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逅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